保持正面 三不可得 要让我们的心去和菩萨相应 这是最重要的 跟菩萨相应 你的心就会安静 就会干净 和菩萨相应 你就会明心见性 你就会明白佛的大慈悲和大愿力的能量 佛的大慈悲是什么 只是可怜别人不称作慈悲 真正的慈悲是一种从内心拥有慈爱的悲逆 例如不是自己的儿子有病 觉得儿子很可怜 大慈悲不是这样的 而是要感觉到 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孩子都在受苦受难 我要好好的念经 我不但要让自己的孩子好 我要让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孩子都能够脱离苦难 当你一个人看你儿子在家里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不到医院里去看看 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躺在病床上呢 这才叫慈悲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求自己的私欲 而跑到这里来学佛修心 那叫大慈悲吗 把自己家里快要过期的东西送给别人吃 那叫喜舍吗 要自己吃快要过期的东西 给别人吃最好的东西 新鲜的东西 那才叫喜舍 大愿是什么 我要发大愿 观世音菩萨 我真的要救全世界的人 观世音菩萨 你给我机会 让我多救人 多次给我一点智慧吧 你多给我一点力量 救人救的满心不欢喜 救的天天不开心 救的嫉妒这个 嫉妒那个 救的恨这个 恨那个 你能救谁 你连这点都做不到 你还能学菩萨救人吗 如果你学佛后 什么都放不下 你能救谁 你连老婆都救不了 连你的家人都救不了 你还能普度众生 发大愿的人 要把所有的小事情 全部忘记 别人对我不好无所谓 就算别人对我再不好 也没有关系 我只要好好救人 就可以了 我只要能够救人 给别人骂就骂了 给别人说就说了 个人的事情 再大都是小事 红法的事情 再小都是大事 心态要常保持正面 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我不恨别人 恨心永除 不要让恨在自己的心中留存 因为当你恨别人的时候 你心中恨的种子 会慢慢的发芽 长大 今天你恨他一分 明天会恨他三分 大后天恨他五分 再大后天又增加了 加到一定的时候 就会吵架 你们去观察 吵架的人都不是一天两天的冤解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所以千万不要让仇恨的种子在心里发芽 否则最后伤的还是你自己 因为这颗仇恨的种子会让你的心破碎 所以不要去恨别人 要多感恩别人 今天有师父指出你们的毛病 你们要开心的 欢喜的 接受师父的批评 你们要感恩师父 有的弟子就很好 当他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想不通 走不出来的时候 他就要师父说说他 师父给他点播一下 他马上就想通了 很多人不要师父讲他的毛病 师父不讲你 你就对了吗 你就能成功 不要师父讲你的毛病 你会更糟糕 你更会吃苦头 不要师父讲的人最可怜 因为他把自己的苦全闷在心里 他连一个诉说的人都没有 要知道 没有明示的指导 要想走出心灵的暗示是多么的困难啊 修心修行到底是修什么 就是修过去 修现在 修未来 只有修今天才能得平安 修心忙了半天 就是要把自己过去做的那些烂事全部修掉 过去的就过去了 过去做错很多事情 对不起很多人 伤害了很多人 过去业障深重 现在回想起来就难过恨自己 如果你现在成亲念诵 礼佛大忏悔文 好好地忏悔 祈求菩萨原谅你 只要你把毛病改好了 你的业障就修掉了 修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做人越来越像人 不去讲别人的不好 不去嫉恨别人 不做愚痴的事情 过去做错的事情 现在绝不会再去做 修未来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现在修的全是对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犹如你今天读书 非常的认真 你一定会考上大学 那就是你的未来 你今天把自己修得很纯洁 很清静 很坦荡 很慈悲 你就拥有光明的未来 子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